运球就看Uncle Drew 战术就学Coach Lo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胞胎兄弟 Fish Lo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 每天都能掌球 欧文简直不可思议 胡人名宿科比在解说 2K18时曾说到 他在比赛中没有任何弱点 很多人应该庆幸 他没能长高到66 尽管凯利欧文没有科比的身高 但如今的他 却成为了联盟中 无数队伍为之忌惮的刺客 他拥有的 可能是NBA历史上 最齐全的武器库 在矮将后卫行列 凯利欧文的篮下终结能力 堪称现役最强 甚至 你将欧文对比联盟所有球员 很难找到篮下终结 比他还要出色的 他不是F3与韦德 拥有长臂元的臂展 可以大开大合 然而灵巧的双手 令他的指尖另有乾坤 单论绝对的速度 欧文甚至都无法排到 联盟最前列 但就是这样一名 没有顶级的静态天赋的后卫 却能将无数个动作 衔接得圆润如意 他的运球 名扬天下 ESPN研究报告显示 欧文变向时的速度 无限接近响尾蛇 攻击猎物的那一刻 但真正让他难以防守的 真正原因是篮下终结 勒布朗曾说过 欧文的终结能力 是他见过所有球员中 最强的 没有之一 你也一定会好奇 到底什么样的技术 可以让矮将 在难以生存的禁区 自由翱翔 这部影片 就让我们来了解 历史上终结技术 最强的工匠大师 凯利欧文篮下的终结秘密 欧文的上篮终结技术 真正达到了无懈可击 它可以在任何篮下区域 完成得分 无论是左侧 还是正对篮框 欧文的终结 不分左右 他的双手能使出 非常完美的终结技艺 行进间的左手抛头 高打板的抛头终结 虽说NBA球员都要经历这一步 他们不会忽视 非惯用手的练习 但能将双手技术 锤炼出极其相似 水平非常高的终结手感 这样的球员非常少 你会发现 欧文没有哪个终结技能 只能右手完成 这为他篮下进攻 提供太多的选择 作为没有顶级天赋的后卫 欧文秉承着一个原则完成终结 让篮球一直处于 防守无法覆盖的安全区 所以像这种情况 面对内线的三分协防 欧文最舒适的终结区域 在他的左侧 这是防守无法完成封盖的区域 喜欢右手终结的球员 一定非常喜欢从右侧突破 因为他足够安全 但对欧文来说 没有他不擅长的领域 整个篮下能得分的位置 欧文可以说是全覆盖了 然而这一点还不够 欧文不仅限于地面得分领域 即使用惯用手 从他最喜欢的一侧完成终结 NBA一些变态弹跳的长臂怪 依然能无视这一点 你会发现 当欧文选择打板上篮时 篮球会出现在篮板任何位置 可能是高打板 也可能是接近篮板边缘的区域 这一点非常关键 我们平时认知的上篮 最佳打板区域是篮框正上方 这个白框内区域 但也意味着你的上篮打板区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比如说这个球 巴特勒这次上篮 篮球前进的方向就是这个白框区域 这说明篮球上升的弧度很低 让防守封盖的难度大大降低 所以勒布朗跳到这个高度已经足以完成封盖 如果巴特勒选择高打板 大幅度提高篮球上升的高度呢 勒布朗要封盖这种终结 难度相当之大 这也是欧文上篮难以被封盖的原因之一 他一直在利用篮板所有区域 像这里 欧文并没有选择击打白框区域 而是打在篮板的边缘 稳稳的将球送进篮框 你们看 如果他选择击打白框 防守已经跳到这个高度 他如果伸出长臂 这一球很可能就是一个钉板大帽 欧文这次绝杀也就失败了 相比较其他球员 欧文一直在充分利用篮框各个区域 从篮板各个角度将球送入篮框 这大大增加了防守封盖难度 如果只限制于击打白框 欧文就要时常面临被防守钉板大帽的巨大风险 而且如果只专注于白框区域 欧文的上篮不会有那么多变化性 他不会风车拉杆 不会反手上篮 因为白框的限制 他这种高难度出手姿势 只有跳得更高 在空中停留的足够久 才能准确的击打白框 所以你会发现 欧文的篮下终结方面 他做到了极致 不仅是稳定的高命中率 欧文会很好的将篮球保护起来 即使在空中飞舞 欧文也会时刻注意 让篮球远离防守的干扰 他会在空中不停切换模式 出色的身体协调能力 让欧文在空中可以做出非常多变的姿势 即使受到了身体的对抗 欧文也能保持一定的平衡基础 这意味着 即使没有顶级弹跳天赋 欧文在空中可以用技术性动作 去达到一些目的 比如说 在空中欺骗防守 像这里 欧文在起跳第一时间 主动将篮球暴露在防守面前 防守看到后 马上跟着起跳 封盖欧文的上篮 接下来 欧文突然收起了篮球 转变成右手拉杆 你们看 如果开始的时候 欧文选择右手拉杆上篮 防守就会有所准备 起跳后 横移距离就会更远 远到大概率破坏 欧文的篮下终结 以至于最后防守 只能拼命的伸出左手 尽最大可能干扰欧文上篮 这是欧文上篮中 非常喜欢掺杂的假动作 他会第一时间 将球暴露在防守面前 骗到防守起跳后 再收起篮球 从另一个方向 防守无法触及的领域 完成终结 如果手臂再长一些 欧文的成就并不仅限于此 这和他运球风格很相近 喜欢将篮球 主动暴露在防守面前 再用假动作 一击毙命 所以在天空中 欧文也有其他绝招保护篮球 根据防守手臂的位置 欧文会非常灵活地移动篮球 并用手臂很好地保护他 如果防守贸然下手 这回合极有可能 送欧文站上罚球线 这也是防守最头痛的一点 欧文一直在和他们 制造身体接触 像这里 欧文在搜球上篮时 他会主动寻找防守 用身体紧紧贴着他 此时防守贸然起跳 并有一点点向前倾的趋势 就要吃到犯规 就像这个回合一样 欧文在篮下 非常喜欢用身体对抗防守 我们可以理解为 他在用身体 篮球规则的优势 合理地保护篮球 但并不是只有卡位上篮 欧文很擅长用脚步的技术 躲开防守的风盖 像这个回合 笔直地向篮筐发起冲锋 面对迎面而来的普防球员 欧文双脚大力蹬地 侧向跳起 很好的避开防守 这源自于脚步出色的细节 胡人主教练沃格尔曾强调过 篮球最重要的就是脚步 因为你无论是持球还是无球 都离不开他的帮助 欧文能在篮下突破 拥有很高的造诣 脚步是非常关键的 他会正常三不上篮 单脚完成起跳 也会像刚才的回合 利用双脚起跳蹬地 卸掉向前的冲击力 改为侧向上篮 凯利欧文非常擅长 观察防守的动态 之所以这名球员如此特别 是因为他的身体 篮球 协调性几乎完美 从大幅度接近 倒地的运球 瞬间转化成 下一步的中距离跳投 欧文的动作非常流畅 身体的发力 接近于完美的平衡状态 简单来说 他在一瞬间 判断防守的信息 身体就能以极快的速度 跟上大脑的想法 像这个回合 欧文在收球后第一步 突然选择起跳上篮 防守哪怕弹跳速度再快 也被欧文这一点欺骗了 导致整个身体反应慢了半拍 有时候内线的大个子 可能连起跳都来不及去做 欧文已经上篮结束了 这个细节很棒 相当于欧文在抓住防守的Tommy 你会发现 无论在开始的运球突破 护球 突破的脚步 篮下终结手段 一切有关上篮终结的技术 凯利欧文做到了极致 只要我们能想到的 没有他做不到的 这就是德鲁大叔 用着教练不喜欢的浪费体力打法 违背以科学篮球为 制高点的比赛方式 他就像这个时代的逆行者 一直在用这些 看似浪费体力的技术 一步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这也是为什么 他是凯利欧文的原因 好了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 欢迎订阅